我是藝人 來看一年辦一回的 台北國際藝術破浪會開幕 電視到國內外藝術和作品 共共集團的黨署長 丹幼少也來參加 但黨署長說 透過這種的破浪會 可以看到臺灣藝術三業人的串連 跟國際驚訝寶 真有意義 要有很多立體縮小 標準很必須 不少人哪欣賞哪有路 這是今年的台北國際藝術破浪會 今年以更之在現作為主題 也特別邀請公共集團黨署長 丹幼少替破浪會開幕 我覺得就是這麼大的一個盛事 能夠在台北每年舉行 而且每年都有它的一個特色 最重要的是這個化廊 整個的這個產業鏈的建立 我覺得是對臺灣非常有 有這個前瞻性 這次總共電出61鏈國內慧農 要56鏈國歌慧農的作品 內容監督館 請我們表現出 東大藝術的得心 天南會在台北社務 一貫為十八天到二人 該東大藝術的民眾 就要的百幾分